我們回頭看一下1960年代的時候 如果我們要做這樣的訓練 我們可能丟一個東西 然後希望它能夠停住標直简的話 我們是用P字列 我們是用P字列 所以那個會讓它有窒息 拉住它不能呼吸的感覺 所以你丟到東西 然後你拉P字列 讓它不舒服 所以它不會去撿 醫生也學會用這些技術 但他們也學會害怕 那些人在訓練他們 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的確成功的訓練了 我們說在這個時候 不要去撿那個東西 可是呢 他同時也變得很害怕訓練師 我們要從過去的方法呢 改變成剛才影片上看到新的方法 唯一的理由就是 因為我這種新的方法 訓練的速度比較快 效果比較好 而且呢 這狗狗會喜歡這樣的訓練 類似的密切 我不明白我的概念 但我會嘗試解釋 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再來講的是 怎樣讓狗出去遛狗 能夠乖乖的走在你的身邊 這個我要 小心講 因為如果大家沒有聽懂的話 就會誤會我的意思 我們要教你 我會再問你 我會想我會想你去表演 一位小女孩 她會小女孩 她不知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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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會在一堆津 她會一堆津 她會一堆的狗子 她會一堆的狗子 就在這堆津 可以走進去的狗子 我們先想想想看 假設今天有個小女生 她大概只有八歲 八歲小女生沒有多高 又不是很快頭很大的小女生 但是她到騎馬的學校裡面去 然後她到馬舅裡面去牽一隻馬出來 她牽的那一隻馬可能就是她自己五十倍的重量 可是她能夠把這個馬這樣子穩穩地牽出來 現在我想想想看 一個男人 負責300磅 被捕捉了一隻馬舅 然後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是不是有在路上看過 三百磅重的大男人 然後在路上牽著馬爾基斯 可是反而是馬爾基斯在牽他 不是他在牽狗 我從來不瞭解他們是怎麼訓練狗 變成是狗牽人不是人牽狗的 如果一個小女生 能不能牽一隻馬爾基斯 這其實跟這兩種動物 就是現在很難看 我覺得他不是一種動物的 他也很難看 這很難看 他其實跟這兩種動物的一種動物 就是馬和狗他第一次去體驗到繩子被套在他脖子上的時候 他的經驗是怎樣的經驗很有關係 因為在馬來講的話就是小馬還站得很穩的時候 他第一次站起來的時候這個馬場的主人就會給他套上一種控制頭的項圈 然後呢就會變成這個小馬就一定會遵照主人的指示跟著他走 我們邀請對什麼他媽的 instruction 我們可以拿著的 tek至一種東西 我們拿著č紥可能有一時間節目 我們把它帶著 Carn Hydro lad着好吧 然後他後一天爐 因爲我們承把鈔子加 status 然後把鈔子安排 但是我們對幼犬又是怎麽做的呢 幼犬的話我們可能會想說先給他試試看那個項圈 項圈帶上的再一個小時吧 在他吃飯的時候先給他帶上 然後又會把他拿下來 然後可能在等多久又給他帶上一個小時又拿下來 我們想說逐步漸進式的讓他去適應那個項圈 然後他適應項圈以後 我們再把繩子也接上去 然後在家裡面先試試看吧 那你就會想說我在家裡試試看 然後把他繩子給拉好 然後這個小狗就會自己想要跑東跑西 跑不同的方向 然後他的經驗反而是認為說 那所以我把這個項圈跟繩子都帶上的時候 我要怎麽跑都沒有關係了 然後就會變成是狗牽人這樣的現象 然後當狗大了一點 我們牽牠出去 牠往前走我們就順時把牠拉回來 往前走我們又拉回來 反而會產生反作用力 到時候牠只是一直想往前走而已 所以我的訓練課程 通常狗狗最想要問我的問題 狗狗最想問我的問題 就是很想問我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怎麽樣讓我的主人不要一直拉這個項圈 所以要說我會考慮到牠來 狗狗裡的問題 我來教牠的狗狗的課程 用來教牠的狗狗走 沒有在牠上拉走 再次打算牠的狗 再次打算牠的狗狗 再次打算牠的狗狗 所以牠的狗狗會解釋牠的狗狗 但這點需要有些調整性能力 但是這不是正確的狗狗狗 但這不正的狗狗狗狗狗 怎麼教牠的狗狗狗狗 the dogs from rescues so I also understand with older dogs there's sometimes a set of rules that apply that might not apply for puppies. What I'm trying to do is make sure the audience doesn't say okay we got it wrong with the dog, we got it now we get rid of that and go get a puppy. Okay you can do the same with any dog. But with a puppy I'm going to say to the breeder making sure you don't ever put a collar on it. I want it hopefully age 我可以用到7個月份 我一定要用到7個月份 所以我需要約7個月份 我用了一個顏色 它會有一個藍絲 接下來我們來講說 怎樣教小狗 能夠順著這個項圈跟我們走 但不要一直拉 這個五分鐘也就可以教會 但是一定要重复的 之后也要重复做这个过程 他才会遵守这个指令 那我刚刚就讲幼犬 也不希望大家会说 只有幼犬才能交路 他已经长大就没效了 其实不是这样 我自己咬的狗里面呢 也有四只是在路上救回来的狗 所以他本来就已经是成犬 还是可以交的 那我们先讲幼犬好了 幼犬的话呢 我是觉得大概要等到七周大 我们才把它套上象圈 而且第一次套象圈的时候呢 就要加上绳子 不要只用象圈 12 o'clock i feed him 1 o'clock we go out for a walk then he likes to come and play and every day is nearing us the same again he's in a pattern of behavior 我自己呢会去记录哦 这个狗他一天的行为 就像记日记一样 比如说他七点钟起来 那早上起来以后呢 他就很希望可以有人喂他 然后他可以带他出去大便 然后可能是呢 跑来跑去以后 他11点开始觉得有点累了 休息一下 然后12点的时候呢 我们又给他吃饭 1点又带他出去散步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会建立起他的一个行为模式 so imagine at 2 o'clock every afternoon he likes to go to sleep for a little while 2 o'clock every afternoon he looks forward just to a little nap just to have a good little sleep for half an hour but today at 2 o'clock I'm going to take him out for a walk in our garden and we walk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so now it's half past two but half past two I get a toy and we have a game it's now 3 o'clock so it's 3 o'clock 1 hour past when he normally likes to sleep I usually feed him at 4 but instead today I'm going to feed him at 3 o'clock an hour before his meal was due and after he eats it we're going to go out for a nice walk again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our little garden for about half an hour it's now 3.30 and he's now very tired and he's now very tired so 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 experience I'm now going to place the collar on attach a lead and fasten the lead to something that doesn't move and sit right next to him I don't attach him and then go away I sit right next to him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第一次 要給他套上象圈的時候 而且呢套上這個象圈 就有一支象圈加上繩子 然後我把繩子呢 綁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然後我會坐在這裡 就是綁在這邊 然後我也坐在這邊 跟他在一起 我不會離開 When he tries to move away he'll feel the resistance from the lead but he'll realize in a few minutes he can't go any further than what the lead permits him and I'm there every time the lead goes slack to say that's a good boy 但是呢 這個狗當然也會想說 怎麼有繩子 然後他就會動一動 他想要離開 可是他會發現說呢 他動得越厲害的話 就越不舒服 然後他也會發現 他沒辦法離開 因為有這個繩子 所以他只有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可以活動 那我一直都會在旁邊對不對 所以只要他活動的範圍 也是讓這個繩子很鬆 就是他還沒有往外走 是繩子還很鬆的時候 我就會讚美他 我就會對他笑 說好 很乖 I can't hold on to the lead and sit because if he suddenly pulls he might then think he can get further away it has to be fastened to something solid and I must sit alongside it 我不要自己拉那個繩子 因為如果是我拉的話 他可能會想說 他只要用一點 然後他可以把我一起拉開 但是我把他綁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他會知道說 他能夠活動的範圍就是那麼大 有些狗可能會很害怕 所以我坐在那裡 我可以把手放在他 然後說 It's okay It's fine Don't worry Relax 這樣的訓練的話 有些狗可能會很害怕 所以我才會說 我不離開 我一定會在他旁邊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會摸著他 然後也告訴他說不要怕 He's tired in any case so we'll very quickly accept the situation and go to sleep 反正這個狗現在也已經累了 所以應該不用太久 牠就會失意現狀 牠就不得不接受 然後牠就會睡著了 這個大概只要經過三次喔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 那我將來在套上繩子帶牠出去的時候 牠就不會用力成這個繩子 牠會在我身邊走得很穩很平 就好像我在牽一隻馬一樣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幼犬對不對 如果你的狗已經長大 牠已經有那個習慣 就是會去扯繩子 那怎麼辦 那牠會往前拉 你又往後拉 那你這樣子拉了幾個小時也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訓練 這個狗如果是站著 然後我有拉著繩索的話 我可能會往一個方向用力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 牠會有感覺說繩索在拉 然後牠就會有反向的一個力量 所以這個狗如果是站著 然後你往前拉的話 牠也一樣會反抗這個力量 我沒有確定這怎麼翻譯 這就是Nuton's Third Law of Motion 第三運動地域 第三運動地域 這是技術的表現 這是技術的表現 OK 我們為了為了 每一種方向我拉 牠會把狗放在另一方向上 放同一個方向的壓力量 所以, method number one to train your dog to walk nicely on the lead without pulling you method number one this relies on you having that very close emotional bond like the trainer in Afghanistan in the minefield with his dog like the guide dog owne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and bond with your dog if you have that what I'm about to show you will work within three attempts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種訓練 就是讓牠不會去用力 拉你的牽繩的這個訓練 如果我們跟狗之間 有非常強的一個情感連結的話 就像能夠去幫我們 做地雷偵測的狗 或者是能夠做寶王犬的狗 牠跟主人之間有這麼強的連結 大概只要是三次就可以成功 通知育養的狗 training is all about building the association in the dog's mind so the first thing I'm gonna ask you to change 是the lead that you walk the dog on if it's a nylon lead change it to a leather one if it's a leather one change it to it has to be a different lead on the old lead the dog pulls on the new lead you're gonna teach it it can't pull 而且狗會把很多東西 在他的心中 會留下一些聯想 所以如果原本牠就會去拉扯這個牽繩的話 我們要先換一條牽繩 舊的繩子牠一定就是會去拉扯 那我們現在要換一條新的繩子 才可以建立一個新的觀點 決定哪一邊牠們要走 牠們要走這邊或這邊 那是你的選擇 當你開始要走牠們 只要保持一隻手 不要再保持兩隻手 只要保持一隻手 那隻手 要保持一隻手 不保持一隻手 只要保持一隻手 然後再來就是要決定說 你要讓狗走在你的左側還是右側 然後決定你要用哪一隻手牽繩子 哪一隻手都可以 但是要維持一致性 還有就是要兩隻手一起拉繩子 然後我們決定要用哪一隻手以後 就要讓這個繩子 不是很用力的拉扯 而是說讓你的手可以很輕鬆的 就在自己的側邊 這樣輕輕的捶著就好 不必要用一個指令 或是說到你的狗 我們不必要做的 就是要把狗走走 所以你不必要用一個指令 你只要走走 最重要的是 放鬆 你只要帶牠出去散步而已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也要放鬆 很輕鬆的帶牠去散步 好 好 那我們帶牠去散步的時候 不管是用哪一隻手拿著繩子呢 我們都要想像說 好像我的手裡面 是拿著一杯裝滿了的水一樣 好 如果牠們牠們在前面 到那時牠們開始撐著 然後我會浸泡水 你只需要想像一下 那樣 你不需要帶牠們的手 想像一下 那樣 如果牠們在那邊 那樣 那樣 你只需要這樣 所以我們牽著狗的時候 如果狗太用力的話 牠們就會把我手上這杯水給撒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想像一下 不是真的要帶水 而是想像一下 所以當牠們把牠們放任何壓力 就像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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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假設牠們扯繩子的話 你就故意裝跌倒 就裝跌倒 然後讓牠們覺得說 你好像真的受傷了 你跌得很辛苦很不舒服 然後讓牠們覺得說 我在美國做這個示範的時候,很多人都衝過來看,他們還以為我是不是真的跌倒,然後如果我跌倒的話,我是不是會告他們說因為這個地板不疲所以他們要賠償我 狗狗看起來應該要很關心你喔,他應該要把眼睛這樣看著你,想說你還好吧,主人你還好吧 然後你站起來繼續跟他走,你還是要假裝跌得很痛 我可能不一定是在裝,我還是會痛,所以大家看好像很逼真的樣子 你只要假裝跌倒三次,我想應該就有效,只要你跟你的狗之間有非常強的情感連結,不管那個狗是多大的狗,他應該都不會再去乘繩子了 但我必須要再誠實,我還不知道,如果是因為狗會再去拉繩子,你可能會再去乘繩子 但是我好誠實地告訴你們喔,其實我不知道這種方法,就是讓狗真的不會去拉繩子 我不知道是說,因為狗真的很關心他主人的安危呢,還是因為這個狗他擔心下一次你跌倒的時候會跌在他身上把他給壓死 Either way it works really well, don't intentionally fall onto the dog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原因,我剛剛說的這個方法很有效 可是你們在做這個假裝跌倒的時候要小心喔,不要故意跌在狗的身上 And like with almost all dog training, if you've tried it three times, then it hasn't worked at all There's no point in trying it three hundred more times 而且我們在做這種訓練的時候,任何一種訓練都一樣,就是說如果你試了三次都沒有用的話,你就不需要說去試三百次,那也不會有用的 I realized by observation how to do this, because in the UK I started two training groups that are charities Where people who have disabilities could bring their own dogs to a training class and learn how to train them as assistance dogs And the one thing that we noticed, people who could get out of their wheelchair and walk a little bit, but were very unsteady on their feet Even with the biggest dogs that they owned, not those dogs ever pulled on the lead 我會用這個方式訓練狗,其實是出自於我的觀察 因為我在英國呢,有兩個訓練的團體 那這兩個訓練團體都是為了這個慈善團體在訓練的 比如說,它是幫肢體上有障礙的人訓練他們的協助權 那我就發現說,他們帶狗來,當然就是比如說他自己本身是坐輪椅的 然後他帶狗來,我們要好好訓練他的狗,能夠幫助他 那如果說,他坐輪椅,然後他可以站起來,可是他站得很不穩 那他站起來帶著狗走路的時候,不管那個狗有多大多強壯 如果他的主人是一個站起來走路不太穩的人的話 這些很大用的強壯的狗也絕對不會用力成熟 所以我從這個觀察得到用這樣的方法可以去面狗 那些狗們都學習了從自己個人的經驗 那如果他們放太多壓力 那些狗是從他們的經驗裡面學習到說 如果說他們很用力地去拉繩子的話 那他們喜愛的主人不只是會摔倒 而且他的主人可能沒有辦法自己站起來 所以他從他經驗裡面學到了這一點 我相信那些狗是從他們的經驗裡面學習到說 如果說他們很用力地去拉繩子的話 那他們喜愛的主人不只是會摔倒 而且他的主人可能沒有辦法自己站起來 如果你們沒有那種關係 如果你們沒有那種關係的話 那它永遠都沒有辦法 再加上 你的狗們可能會想把狗們放在前面的朋友 說 嘿 看這個 如果我剛剛講的這種心念方式 真的是要以你和狗之間有很強的情感連結做前提 如果你跟你的狗之間沒有那樣的情感連結的話 可能訓練不成那你就罷了 還有可能是他會故意想要在他的同類面前炫耀說 你看如果我這樣拉我的主人就會跌倒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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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的那種方法就是 如果我們和狗之間有非常好的連結的話 還是還有其他的方法我們再講一種好嗎 所以 所以 當我離開我的家 尤其是 當我離開我的家 因為當我離開我的家 是很重要 如果我們每一次走都是 就是刻意這樣子走的話 那個狗就會覺得說 何必用力的跑來跑去呢 反正最後我們會回到原點 這個也是我從觀察得到的 我在訓練狗的教室裡面觀察到說 因為教室可能是那樣的一個方形 然後我就會發現說 你狗到那個環境裡 都比較不會到處亂跑 我想他們也是因為 從經驗裡面得到說 跑來跑去有什麼用 浪費精力而已 最後還是會回到原點 所以在訓練中 在訓練中 狗都走得很好 但 當教室結束後 我們說再見 然後他們出門 狗都會把牠放進去 所以在訓練的教室裡面 上幾個禮拜的課程 他們在教室裡面都走得好好的 但是呢 等到這個課程結束 要出去的時候 覺得那些狗都還是這樣子 亂奔亂跑 還是會扯繩子 所以 講過 現在 面對 如果從頭締回ワợопnut過一小股吋痕大丈夫 hal力ost comingfrage If you turn forward alleine The dog is behind you not in front So when you put pressure on your lead and gently pull it you will pull forward which will make it lean back 但是这个本身走的方式也很重要 那我们现在带狗出来 重点就是我们要很轻松的走 然后如果这个狗它开始往前 湿力往前要冲的话 那我们就转身 那你转身以后稍微扯一下绳子 就会开始变成把它往后拉 拉回来 但是我脸上不用什么特别的表情 我只要这样子转身 而且尽量把绳子放低 然后轻轻的往前拉一点 然后再把它牵回来回到家门口 然后重来一遍 继续转身再往前走 其实就等于是像 等于是告诉狗说 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 那抱歉我们就是得重来一遍 我们要回到家门口 重新走一遍 不用什么特别的情绪 也不要给它指令 所以大家再看一次 好 好 然后呢 如果這個狗開始走的是我們想要的方式了 那我們就要對牠微笑 告訴牠說這是我們想要的 這是正確的 大家再看一遍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就算要稱讚牠 也不要很過頭 不要太興奮 因為我希望在這個走路的散步的過程中 是很放鬆的 很平靜的 那我也不需要這個狗一直看著我 因為我們希望小狗牠能夠很喜歡這個散步的過程 那帶牠出去外面散步的話 外面好多東西可以看 所以牠一定不會想要看我 那我也希望牠就可以盡情的享受這個過程 我也是練過比賽用的競賽權 那在英國我們也得到很高的競賽權 那種訓練的話當然就是要讓狗很服從的 順從的走在主人的旁邊 只要有一定的距離 當然那是為了比賽而做這樣的訓練 那其實我平常出去的時候 也不會要狗那樣子走 可是要求狗怎麼樣子跟隨主人走路 這一定是可以訓練的 我們走得完畢的距離50米 我會停止 然後把狗的距離 告訴狗的狗 他很享受的狗 他很放鬆 我們一起散步 而且過程都很順利 已經散步了50公尺以後 我就會稍微移下來 然後好好地摸一下狗 告訴他說 我很高興我們今天散步這麼順利 我也很高興跟你一起出來散步 而且呢 有時很放鬆的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這個過程 所以唯一的狗狗 我跟狗狗的狗狗 是當狗狗的狗狗 相對的狗狗的狗狗 在一步狗狗的狗狗 只會跟狗狗狗的狗狗 狗狗狗狗 你不停的狗狗狗 你不停的狗狗 所以我們會發現 我的這種訓練方法 是只有在狗 做了正確的動作的時候 我才跟牠講話 然後我讚美牠 可是大多數的四主 牠帶狗出去散步 反而都是在狗 拼拼想要拉繩子 不聽牠指揮的時候 牠才會開始跟狗講話 說不要亂跑 不要亂動 那你是在那個時候 你才跟狗講話 那是你沒有找到 我的目標是 希望在三分鐘之內 就能夠訓練狗 可以很柔順地跟著 主人散步 而且把這個牽繩 只要用一隻手指頭 來拉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這是三天前的訓練 我可以注意一下講師手上要牽繩子,所以要牽的耳朵 這是三天前的訓練 如果要牽手上,讓牽手上,讓牽手上,讓牽手上 現在看來牽手上,讓牽手上 如果他離我太遠的話,我故意把繩子拉得更遠一點,然後他就會更肺力地成功。 所以他就會比較適合。 現在我只有一個擬手,我去拉行什麼樣。 你必須說話,你必須說話,你必須說話,你必須說話。 那你必須說話,你必須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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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主人會用過講話,什麼意思呢? 那你會跟我說話,你承認的時候,我會說話。 那你會說話,我會說話,對嗎? 那你會說話,我會說話。 那你會說話,所以你會說話。 那你聽的時候,我會說話。 就像新aking będą,使用一個幻想要走 我可以說一聲我只能比拼好illa 只要是一個幻想在一個小的角色 我想看單據的鑹以前 formed 是 максим Vou Several小時 很像是遠足 那些痛苦的脸都没有了 一草牙 我们其实在其他地方 往路上了一递 一些同时的样子 很柔的经济方法 能帮助一个最好的未来 但又需要一个抱态 感情感觉到你的心情 当时是正确的 强调他知道他有点确 如果他弄成错 他必须要担当 你看到他有關于舌头的牡举着, Weil你让它过来的,而不是他的另一方的牢 所以它会不会有这个牢的牢的牢,你在那边面上去一步牢, 用它通过牢的牢的牢的牢是不必须指向前方的牢的牢, 确换呃牢的牢会不放下来的牢。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法 手算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不想要跑出本身身的泥 現在我們看了一看 在英國的身上 美食有討論的學習 為什麼一般皆さん 知道的大多方的生活 大多方的確有些人 如果我討論了一群人 因為他們要去試試看我 那是一種好的方法 我不是做的,但我能使用食物的助手, 看我在库示牙的鸡是否有鸡的鸡? 至于鸡的鸡,他们不需要鸡的鸡。 所以我用鸡的鸡, 但有人会说, 但在鸡的鸡,你不能使用鸡的鸡。 是的,可以在鸡的鸡, 可以使用鸡的鸡? 少,我可以不使用鸡的鸡, 我把牠們放在我的手上 當我拿著牠們進行演唱會 然後看著牠們看著牠們 我沒有吃飯 那在他表现出正确的行为的时候 我们要用我们的情绪来奖励他 那他如果没有正确的行为 就是他做错的话 我们也要让他知道说 他做错了 所以我就会故意换方向走 让他变成是落后楼 那这样子的话他会知道 他知道以后他在走过的时候 会不断的用眼角的余光去检查说主人在哪里 然后不要离主人太远 所以这样的方法来训练狗 其实是很容易的 那在英国的话呢 还是有很多人会用食物去训练狗 其实我觉得那方法是不对的 那如果说是要训练比赛狗的话呢 我们真的到那个竞赛场上的时候 其实也不可能用食物 也不能够玩具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来训练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用那样的方式来训练 那如果我们是要去比赛的话 我怎么能够让这个狗随时随地 都用很完美的姿态走在我旁边 我要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呢 首先你们先看我走路的方式 走的方式是自然的吗 那是不怎么走路的方式 看我怎么走路的方式 我们如果是牵狗在路上散步 不是这样子散步的 所以为什么狗会这样看我呢 其实是因为我有它的玩具 我的手表 对不对 所以狗会这样看我呢 所以狗会这样看我呢 如果狗会这样看我呢 其实是因为我有它的玩具 我的手表 对不对 所以其实那个比赛犬的训练 是因为我自己手上有这一个指标 对他来讲 他的眼睛应该要看这个 那我把我的手放在这边 他的眼睛就会看这里 所以他才会这么乖地跟着我走路 所以我也可以用个把手垂下来的方式走 但是他还是会一直看着我的手表 可是其实我不会把手表拿给他摇的 所以有一个大分别 所以的确我们在训练比赛犬跟训练自己的狗和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 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做成事 半个小时前 我们在这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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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休息一下 最几时我们结束一下 我们会讲诬证 巴币有点儿 过来 好了 我们去再带你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